好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经济趋势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哈喽 学文 早 奉兴各位听众 大家早安 好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先从这个经济学人的 Cup Story来谈 谈美国未来还会为什么而战 我觉得这个话题对台湾很重要 对啊 对啊 里面其实蛮多的论点 我想台湾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感受的 它的封面设计其实也非常形象 你如果有看到的话 你一眼看见的其实是一对 高高挂起的拳击手套 然后手套上的图案 其实就是美国的国徽 到底它在表达的是一个高挂免战牌了 还是随时准备上场 上面有一排黑色补充文字 告诉我们答案 他写的是美国还会为什么而战 这一次这个议题 激进选用的四篇文章 分别在序论第一篇 第十五页有个briefing专文 那另外还从美国的角度 跟欧洲的角度 分别有两篇文章 那我们一样把它combine之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 文章一开始他说 80年前的日本轰炸珍珠港 其实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因为他不但把这个世界最强的国家 美国卷入了战争 也让日本自己这个国家从此走入下坡 据说日本有一位当时很有名的海军上将 曾经感慨的说 我担心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事情 唤醒的是一个沉睡已久的巨人 并让他再次崛起 今天我们回头看 不知道他当时说的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 今天的日本充满着和平 富裕和创新的状态 可以说是日本人自己重建他们的国家 不过那个打败他们的美国 其实也是让他重新复苏的重要因素 美国不仅是催生日本 现在这个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体制 还协助日本重新融入了自由贸易 和世界发展的发展轨迹 这个轨道或许不完美 也不见得适用所有的国家 但我们不能否认 他真然是目前眼见所及最好的体制 跟之前的超级强权截然不同 美国并没有利用他的军事优势 借着牺牲比较小的盟友为代价 来赢得商业的优势 相反的他在很多时候会要求自己 也受相同规则的约束 而这种基于规则的体制 使得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地区 得以成功避免战争 实现繁荣 可是不幸的是 今天来看 美国似乎厌倦了 他作为这个自由秩序保障者的角色 你可以说他睡着了 不过他的决心确实摇摇欲坠 而新崛起的敌人 正在想方设法 测试他 俄罗斯的普丁 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 随时可能入侵 中国正在以战斗机 在台湾的领空上方巡航 而且尝试研发出超音速的武器 伊朗在核探判中 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以至于许多观察人士预计 新的核武谈判随时会崩溃 眼看着这个世界两个专制的国家 随时可能夺取 现在仍是民主体制控制下的领土 而另一个国家 则想要通过核弹来颠覆不扩散条约 美国到底还有多大的意志 想要阻止这些鲁莽的行为 拜登或许曾经公开发言 听起来还是强而有力 例如12月7号 他公开警告普丁 如果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袭击 后果会很严重 他也始终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就在10月份 即使他的助手 坚称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但拜登暗示 美国会承诺保护台湾 中国没有办法判断 拜登是说错话 还是故意暗示 他会更强硬 12月7号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 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法案 同样一个礼拜 拜登宣布会举行民主峰会 以鼓励尊重民主体制的国家团结起来 这已经开过了 然而 就像经济学员在briefing专文说的 美国已经没有意愿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使用硬实力 华盛顿的鹰派跟鸽派 也呼吁美国要学会克制 鸽派的想法是 我们如果试图监管世界 会让美国卷入没有必要的冲突 鹰派则认为 美国应该focus在一个重要任务 那就是好好对抗中国 这两个愿景的任何一个 都会使得本来就陷于分裂 而且不稳定的美国缩手 然后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还不确定 拜登的阿富汗撤军失败 已经使得一些国家怀疑美国 是不是还愿意捍卫他的盟友 或继续威着他的敌人 许多国家甚至担心连规划部署的能力都已经没有 美国总统有关核保护伞的随意言论 削弱了盟国 对他仍然有心保护他们的信心 尽管拜登不像川普那么 致意的侮辱农友 但他经常不征求盟友的意见 就不经意的摧毁了 那个长期支撑美国实力的盟友的信任纽带 跟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反应一样 重要就是选举他们的时候 美国的氛围是什么样子 美国确实不再是90年代那个自信的霸主 他的相对力量确实已经减弱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役之后 美国选民厌倦了帮外国打仗 党派政治更让美国的政策陷入瘫痪 迄今为止美国的90多个驻外大使职位 因为国会的主党仍然悬缺 美国已经拒绝加入CPTPP 而这个协定本来可以用经济同盟的关系 尝试补充他在亚洲的国防关系 各种无情的政治戏剧 包括有争议的选举和戴口罩 在在都使得美国境内难以摆脱分裂的状况 以至使得美国在国外也必须反复无常 认为以前的美国还会回归 绝对是一个错误 川普有可能会在2024年重新被选为总统 如果想要保护这个自由世界的秩序 其他富裕国家必须为他过往很少帮助的这个世界做好准备 并想方设法推进美国的积极参与 幸运的是有一些迹象已经出现 譬如说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表示会尽力帮忙台湾 英国也加入了美国阵营 跟澳大利亚的AUKUS一起分享核武潜艇的技术 德国也暗示会对俄罗斯更强硬 我们必须努力去示意美国退位的新世界 全球的民主国家 尤其是欧洲的 应该在国防上投入更多 那些面临被攻击风险的国家 例如台湾和乌克兰 应该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strong 不要被攻击 例如加强他们的非对称性的战争能力 他们的自我准备越好 他们的敌人攻击他们的可能性就越小 如果自由世界的秩序崩溃 美国的盟友会遭受最大的重创 假使既有的一切消失了 美国人会惊讶的发现 他们也受害很大 然而一切都还没有消失不见 民主国家的坚定团结跟努力 至少可以保留一些基于规则运转的体制 并防止这个世界 滑回到令人煮丧的 弱肉强食的历史宿命 很少有使命跟任务 会像现在对全世界来说这么艰难 当然其实这里面他很明显的去告诉大家 现在美国的战略退缩在美国内部呢 其实是一个辩论非常深刻的一个题目 那他用的是在1941年的时候的 珍珠港事件 在那一次如果没有珍珠港突袭的话 坦白说美国是不会参战的 因为美国内部的民意是反对的 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想要参战 但是美国民意是反对 因为珍珠港被偷袭 所以美国才参战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篇的所有的文章里头 没有任何一丁点去思考 那俄罗斯他为什么那么在意乌克兰的情势 而中国大陆又那么的在意 台湾的背景因素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没有去理解对方 他只说因为对方很可怕 所以我们大家赶快团结起来吧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要去协调各方 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其实学文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在这边要 他前一阵子忙碌的成果 终于有了结果出来了 要非常非常恭喜 就是这个学文 他促成了台湾机车业的龙头 光阳工业 然后跟美国知名的哈雷机车 然后一起共同投资一个 电动机车的事业部门 LifeWild 然后同时透过 美国的资本市场当中 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SPEC SPAC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然后确定要到纽约证交所上市 应该明年第一季 这要恭喜学文了 这又是大工一件 对 但是比跟Grab谈辛苦多了 因为纽约有时差 东南亚好歹才一小时的时差 所以真的蛮累的 现在主导的两家公司 都要透过SPEC上市 一个是Grab 就刚刚提到的Grab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Grab是挂牌了 Grab已经上市了 已经上市了 然后那是第一家 你主导的第一家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是你主导的第二家 对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特别时代了 就说我们当时投Grab 是先投了Grab再上市 对 这一次是跟哈雷合作 同时搞上市 所以我的谈判对象 就除了哈雷 还有美国证交所 累就累在这里 所以很累 因为难怪你前一阵子有点感冒 就是这时差 重感冒 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对不对 没错 而且你知道 跟美国人谈判比东南亚人累多了 美国人比较粗鲁 然后比较强势 然后我们对口又是JP Morgan 他们找JP Morgan 还有美国的律师 美国人 尤其东岸的那些美国人 讲话很凶暴的 所以谈起来蛮累的 好恭喜恭喜 不过也很快 你回去才一个月的时间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你这边挑选的是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 谈这个世界需要制定新的太空产业规则 对 这是一篇我觉得蛮好的社论 而且来的刚好蛮及时的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Elon Musk在卖特斯拉的股票 各种猜测都有 他的标题写的是 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到了 需要制定新的太空产业规则的时刻 补充标题写的就是Elon Musk 他说Elon Musk在商业卫星方面的影响力 其实可以让他在全球规范 拥有一些影响的话语权 整个文章内容我觉得写的还不错 他一开始就说 大家都知道Elon Musk的烈鹰9号 在2010年第一次首飞 然后帮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太空时代 然后自从SpaceX开发出第一枚 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以后 他也将卫星送入轨道的成本 让他开始大幅下降 而且为全球数千家的企业 开辟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充满争议的Elon Musk 可以说对太空产业做了 自从阿姆斯朗以来 任何人都更多的贡献 阿姆斯朗凤馨你知道 就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 对 不过欧洲的航天局局长叫Joseph Ashbeck 最近仍然对Elon Musk 美国的亿万富翁 在新太空经济的主导地位 提出了他的警告 SpaceX使Elon Musk 能够用前所未有的速度 为他的太空互联网企业 Starlink发射卫星 并让他在不到两年时间 已经建造了一个将近两千颗卫星组成的星座 整个大概占地球周围所有活跃卫星的40% 他甚至计划在未来几年会增加到一万两千颗卫星 而政府层面的监管规则 已经批准了大约三万颗的发射 有些人会认为欧洲航太中心是不是太过保护主义了 其实不正确 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保护主义者 Ashbeck并没有责怪Elon Musk违反规则 他只是强调一个事实 就是没有规则负责保证和可持续性使用低轨 轨道的一个事实 这个轨道距离我们地球上空 大概两千公里 大多数的卫星都在那个轨道里面运行 其他人从英国的OneWeb 叫Jeff Barrows的ProjectCopy 也在规划同样大型的计划 现在这些主要由政府所设计的太空法规 或协议 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早就跟不上时代了 他是1967年 由联合国外太空条约宣布 太空是全人类的领地 不过那些规则 只允许卫星营运的责任 落在各个国家 可是都没有一些细则 今天他们每个人都想在新市场分一杯羹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虽然国际电信联盟 它负责管理卫星传输的无线电频率 不过没有一个真正全球协调轨道的系统 也没有一个全球空间的交通管理系统 更没有一个共享轨迹信息的要求 而且还没有一个关于谁应该让路 来避免碰撞的规则 更不要说关于在卫星寿命的结束的时候 怎么移除卫星的约束性规定 2019年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 通过了21项空间长期可持续性指导方针 不过里面大部分都是volunteer 志愿的没有任何商定的违规的结果 因此有一个危机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说迫在眉睫 它很可能会扼杀处于起步阶段的太空经济 按照目前的规划 未来十年太空轨道上会有十万颗轨星 十万颗卫星用于互联网的服务 到地球监测的所有领域 太空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不过众多计划中的星座增加了碰撞的几率 这可能会使一些轨道没有办法使用 俄罗斯最近的反卫星实验 就炸毁了一个旧的苏联航天器 产生了1500多块可以追踪的碎片 而其中大约会变成3万多块 可以被追踪的碎片四处飞行 对卫星和国际空间站形成的威胁 短期内我们可能没有打成一个新的总体的太空条约 但是可以采取比较小的status步骤 来确保太空经济 对所有人保持安全和开放 签署2019年指南的国家 确实应该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发射的公司和卫星服务的用户 可以拒绝跟忽视他们营运开展业务 还需要就通信跟交通管理协议 达成紧急协议来避免冲突 文章最后提到 国家而不是像Elon Musk这样的企业家 最终还是必须出来 共同承担管理太空的责任 但他对一大块商业空间的控制 以及美国监管机构的严密联系 会让他在什么行为构成什么责任上 拥有很强的发言权 就是他说的是Elon Musk 如果Elon Musk能够把精神 用在支持全球规范 来确保更安全的环境 这个世界会愿意跟他好好合作 不过政府一定要有attitude态度 他这讲的其实也不是全世界的政府 大概只有少数的几个政府 这少数几个政府 其实现在各个都想垄断太空 这才是现在 能不能坐下来谈 恐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不过接下来这个话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经济学人的梧桐树专栏 你长期的讲说 你其实很喜欢这个专栏 因为他讲的通常来讲 在金融市场来说 他讲的算是很深入的 那这一次的标题是 为什么美元的优势不会持续 光这个标题 我觉得会让美国很焦虑吧 没错 我喜欢这个专栏 主要是因为 他写的比较直白 而且是对比较当红的财经议题 不过他有一个缺点 他用的字比较坚涉 所以翻译起来比较累 那这一次在61页梧桐树专栏 他的标题该奉心提了 他的补充标题写的是 美元的转向 只需要美国的经济放慢 通货膨胀降低 还有美国联准会的动作改变 就有可能促成 所以他认为有三个场景 会造成美元现在的涨势转向 文章一开始他说 美元的健康状况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乏味 反正过去两年 他几乎都在涨 这似乎跟撒谎的政客 和暴风雨的冬天一样不可避免 有一个指数叫DXY 是衡量美元跟其他六个 发达国家货币的指标 他从2021年以来 已经上涨了7% 从今年6月 就第三季以来 衡量美元 对26个美元贸易伙伴的 广义美元指数 也非常明显的在上涨 我们很难想象 有什么会阻止美元的继续上涨 但它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你可能会发现 2022年美元逆转的可能性 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美元目前的强势 跟某种美国的例外论有关 也就是说领先股票的 S&P500指数 一直跑赢其他国家的股市 事实证明 美国的经济 它确实在强劲复苏 它比其他任何地方 都更快地摆脱了疫情 在下几天短暂失去能量之后 它又显示出了新的活力 因此通货膨胀率在美国居高不下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Bauer已经表明 美国联准会会很快地 停止购买债券的步伐 从而为升息铺平道路 而在其他国家 事情就没有那么的一样了 中国的GDP增长开始在放慢 在欧洲 一波COVID-19的感染 让商业活动受到限制 尽管Omicron的变种病毒 目前的影响还不确定 但普遍认为 它会被证明 更多的是美国以外的 另外一个经济的逆风 有一种跟美元同步的货币 是人民币 这是因为流入中国的钱 多于流出中国的钱 对美国的丰厚出口 促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投资组合的资本 正在涌入中国 外国投资者正在大量买入 中国的债券跟股票 这些债券跟股票 现在已经为它的基准 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流出的钱越来越少 而加上所谓的清零政策 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 几乎没有了 尽管如此 风险似乎倾向于 人民币汇兑美元贬值 随着政策制定者 努力对房地产行业的打击 中国正倾向于宽松的 货币政策 它已经降息了 本周存款准备金的降准 对存款准备金降低 甚至暗示北京愿意让人民币贬值 我们把上面说的这些所有情况加在一起 美元看起来当然会走强 不过情况是不稳定的 美元会在未来几个月 达到顶峰然后走弱 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要达成这一点 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全球增长 经济增长的差距会缩小 美国经济已经复苏 其他国家有待弥补 可是他们最终一定会 不好意思 他们会慢慢的复苏 亚洲的低迷 在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中国的放慢 而不足以 而不完全是因为疫情 对整个地区挥之不去 欧洲从来没有重新开放 欧盟复苏基金的财政刺激正在酝酿 美国可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彼此的gap会越来越cross 第二个条件是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我们看到油价已经下跌 也有初步迹象表明 供应链瓶颈正在缓解 台湾和越南这些产品生产中心的 商业调查表示 交货时间已经加快 新加坡银行的一个分析报告说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他认为如果通膨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就会反倒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启船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那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经济学人这篇文章 其实重心点是要放在 这一波美元升值的背后的因素 是随时有可能反转的 所以不能够压住美元会持续升值 是 如果这些发展转化为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那他会允许美国联总会不要那么强硬 就是从鹰派会变鸽派 这会是让成 这会间接造成美元疲软的第三个条件 就是当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时候 你很难成为鸽派 但如果他在2022年回落 而且美国经济放慢 美国联总会的重点 很容易会回到他职责中的就业部分 到春天或者夏天的一开始 市场可能会发现 自己定价的利率上升的幅度 超过了美国联总会的预期 就他不会再升息升的那么凶 我们很容易忘记 但其他中央银行也可以制定货币政策 法国新业银行的一个分析报告就说 复苏的欧元区经济 可能会很容易激怒欧洲央行的鹰派 即使是欧元升息的暗示 也可能改变货币市场的游戏规则 文章最后说到 对于美元多头来说 这一切听起来都有一些牵强 他们很多的热情都跟高通货膨胀 还有利率会升息的影响有关 但其实这很有危机 另一家银行 渣打银行的Steven Grander 他就表示 通货膨胀其实一直都不是支撑货币 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么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 在中期证明是顽固的 当然会对美元也不利 目前美元是一种获胜的货币 一直在升值 但是他仍然有几种可能会随时反转的原因 他一直在升值 但是随时有可能反转 刚刚提到的那三个条件 就包括了联准会的政策 包括了通货膨胀的这一个情况 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况 这三件事情如果出现的话 任何一件事情出现都有可能反转 他提醒的是这一点 对不对 这对金融投资的人 其实是必须要提醒的 好 接下来最后这一篇 反正乌鸦经济学人又出现了 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乌鸦 其实这一本经济学人说实在好 好的议题很多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买来看 因为他还讲了电动车产业 还讲了所谓美国FED会被升息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不过这一篇他用了十篇文章 因为他有特别报道 他主要是说我们大家都在猜疫情过后的世界会怎么样 他说日本比我们走得快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身上看到很多 我们将来会遇到的问题 这十篇文章主要是这样 所以他在序论的第二篇下的标题是 充满创造性的老龄化 我们可以跟日本学到什么 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 这个最古老的大国 为那些即将人口老化和萎缩的国家提供的教训 台湾要特别注意 因为台湾也开始人口萎缩 然后他在38页还有8篇特别报道 这一次主要是由经济学员驻东京的一个特派员 叫Noah Sneijder带整个团队写的 另外在63页的所谓的自由广场 也有一篇在告诉我们学术论文的一些解释 所以他蛮重视这个议题的 所以他是肯定日本吗 他不是肯定日本 他说我们从日本现在已经的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将来可能面临的图像 所以是担心全世界走向日本病吗 没有担心 他是把日本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 可能就是你的未来 我觉得台湾会很有感 他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台湾会有感 那我开始 文章一开始他说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 有关日本的一个经典说法 第一个很多人说 日本就是一个人口萎缩老龄化 而且没有活力 经济一直在衰退的国家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说 日本好神秘哦 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有很多漂亮的风景 但是怪怪的 无论这两种说法的哪一种 都把日本推得离我们很远 其实经济学员认为 这是一个错误 就像经济学员在本周 八篇特别报导里面 分析告诉我们的 日本其实不是一个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国家 而更可能它会是一个 全球在疫情过后的先驱 它已经面临了许多挑战 很快就会开始影响到 我们的国家 这包括了快速的老龄化 长期的经济停滞 以及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 而始终夹在地缘政治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日本 就不用多说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事实上其中很大部分 早就在日本发生的问题 最后可能可以作为我们观察 后续的影响 并进一步研究 我们要怎么应对 它的最好实验区域 那就是日本 其中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社会 必须学会怎么忍受风险 随着气候变化 和自然灾害的激增 各国都必须学会 怎么从冲击之中复苏回来 痛苦的经历 促使日本非常积极 投资于抗灾 桥梁和建筑物 他们都经过翻新 就是为了防止地震 1995年的神户 发生大地震 许多日本人被断水之后 这个城市建立的地下系统 现在就算完全没有水 他们也可以度过12天 许多日本人都明白 应对灾难是每个人的问题 而不是单独国家的问题 这在疫情期间最明显 你譬如说早在COVID-19发生前 日本很多人就戴口罩了 在G7的国家中 日本的COVID-19死亡率最低 而两剂疫苗的接种率 却是最高 另外一个教训就是 日本怎么应对 人口变化的经验 大多数的社会 最终都会像日本一样 慢慢老化而萎缩 到2050年 全球会有六分之一的人口 超过65岁 可是大家知道吗 在2019年只有10% 预计从现在到2050年 就是29年后 包括中国在内的55个国家 都会人口衰退 最新的数据表明 连印度都开始人口萎缩 就像气候变化一样 人口变化也是一种广泛的 渐进的 慢慢的 抽象的一种 不知不觉的变化 它就像气候变化一样 它会需要来自制度 和行为的转变 保持工作时间更长 变成很必要 所以日本政府 一直在敦促企业 让员工工作到70岁 现在70到74岁 还在工作的日本人 有33% 而10年前 大概只有23% 人口变化 当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挑战 日本经济增长放慢 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人口减少 但如果你看看 个别日本人的福祉 情况又好像还可以 从2010年到2019年的10年间 日本人均GDP的增长率 在G7中排名第三 只落后德国和美国 另外 日本是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 也是按当前汇率计算的第三大经济体 它的人民的寿命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长 它是地球上最大的科技投资者 你不管是5G 甚至所谓一些 所谓的快时尚的品牌 像Unical 或任天堂 都是日本的 而机器人和传感器的专业知识 也帮助日本 从广泛的新工业科技中获利 而在地缘政治上 日本在它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和它主要的国防伙伴 美国之间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平衡作用 简而言之 它不是一个局外人 日本也犯过错误 它提供给我们其他的教训 生活在大量的风险中 会让日本在决定 priority优先顺序上 变得扭扭捏捏 面对很多的潜在风险 日本会把目光 从气候变化 这个持续发生的最大灾难 移了开来 2020年 它承诺到2050年 实现禁零碳排放 不过细节一直不明确 而日本的政治人物 则寄望重启 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后 被搁置的核电站 但只要大众高估了核能的风险 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 与此同时 许多官僚 对再生能源顽固的持怀疑 所以日本到现在还在燃煤 这是最脏的燃料 应对人口减少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充分利用人力 这让日本永远没有办法 发挥它的年轻人的潜力 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被剥夺了发挥潜力的机会 传统企业还是论之暗背 再加上对老人的过度尊重 压制了年轻人的声音 扼杀的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最聪明的日本毕业生 只愿意去新创公司 近年来 日本在让更多女性 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得很好 但她们上升的几率仍然很少 双轨劳动制度也使得年轻人和妇女 只能从事不稳定的工作 文章最后提到 政治人物容忍这一切的部分原因 是他们没有压力去做改变 从1955年以来 由于反对派太弱 自民党不间断的执政 资深的公众人物也是来自政治圈 比他们所代表的企业更保守 反过来 对于公众来说 今天的舒适已经减弱了日本 对美好明天的追求 日本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教训 就是过度安逸 过度自满的小确幸 所以她的老年话 东欣觉得写的怎么样 我觉得很符合台湾现状 她已经适应了老年话 但适应的太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她会失去年轻人的未来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 值得我们思考 没错 好这一篇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要非常谢谢十篇 好非常谢谢薛文带这些文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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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